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社会动乱 原因在哪里 就是这年纪没有了 不但没有看到人做我 连讲的人都没有了 所以今天社会动乱的根源 就是不孝父母 不禁四掌 人道 这是人道的根 根没有了 人不像人了 左传上有一句话说 人气长在妖心 气是什么放弃了不要了 常是什么 五常五常五个字 是中国人做人的基础 根本 仁义离之心 仁者爱人 义者寻礼 义是什么 义是讲理 也就是一般所说的 我们起心动念 淫于造作 或勤或离或法 这叫义 今天的人 不但不知道爱人 他不爱自己 人不知道自爱 当然不知道爱人 所以人没有了 义也没有了 他不知道什么叫 人情自理 他不懂得 没人叫过他 所以不义也 不义就是 他奇心动念淫于造作 不如理 不如法 也不和不同人情 想法做法都错了 无知 没有理智 无理 对人没有礼貌 都没修过吧 无信 没有信用 都是欺骗别人 这五样东西没有了 社会就乱了 这个社会上妖魔鬼怪 通通的兴望起来了 人气长再要醒 中国 千万年来 历过的根本 就是五轮五常 五轮是讲关系 现在关系乱了 没人讲了 父子的关系 夫妇的关系 长幼的关系 君臣的关系 朋友的关系 这关系乱了 全没有了 现在关系什么厉害 与我有利的朋友 与我有害的敌人 感谢观看